霍哈德已经离开了魔术 同时公牛队的领袖罗斯也是长期高挂免战牌 但是两支球队开赛以后仍然表现抢眼 而今天公牛和魔术直接对话 结果主场作战的公牛凭借了第四季的出色表现 以99比93战胜对手也终结了对手的开赛两连胜 魔术队的首发阵容里依旧没有尼尔森和特克格鲁 而洛尔邓开赛以后迅速进入状态 一人独得8分 公牛队以17比9开局 此后魔术展开了反击 打出了一波11比2的攻击波 首阶结束魔术以24比23反超一分 第二节中顶替尼尔森首发的阿弗拉罗表现不俗 他两度投篮命中 帮助魔术以33比28领先 但公牛在本节最后一分中连得4分 汉密尔顿投中压哨球后 他们以45比48落后 随后公牛的反击更为猛烈 前三节战败他们仅以68比70落后2分 第四节魔术失误不断 而公牛抓住机会一局反超比分 并以99比93击败对手 在另外两场比赛当中 雷霆在主场以108比88大胜猛龙 而主场作战的绝金 也以109比97击败火塞赢得首胜 本节脑的一节目 第二节目 召唤! 有什么重要的干什么 放弃 请求职业